誠心誠意 團結一心 111年雙世國慶 We are ready 雙世國慶禮賓人員 在典禮還沒開始前 就已經在場外整妝蓄勢待發 儘管在疫情下戴著口罩 只露出眼睛 但仍可以從美語傳達效益 成員中還有位來自泰國的 華僑 溫光祥 希望能藉由這難得的經驗 更深刻認識台灣文化 甚至為此特別加強中文練習 每週會有一到二的 一到兩次的練習 然後我特別就準備學中文 因為這個是很重要 讓我會做服務給每位貴賓 一早台北的天空還飄著細雨 禮賓人員忙著在場內穿梭 引導貴賓入座 周玉穎設計師的靈感 出自台灣雲報 台灣啄木鳥 以及山櫻花來創作 讓服裝傳遞台灣特色 禮賓服裝傳達出今年 首土魏國你我同行 典禮主持人之一的黃曉淳 不僅是電視台主播 更以華語台語雙聲道播報新聞 以母語傳達出對這片土地的愛 我是尾小孫 尾是吉蘭Q 我特別用我高興的Q口來組合介紹 都是因為假規計拜求討 銀水思源更要凝聚台灣主體意識 一起共同守護美好家園 從禮賓服意向到主持群 在服務過程中也將台灣精神 傳達給所有外賓 進新聞綜合報導 эт無影響 豪華 全球